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移出寝室就到校外去做一个居家的先做一个隔离的动作到独居的一个住所 确诊男学生所住的宿舍内部配置就像是类似这样子 床跟对桌的距离间隔大约是有150公分 但因为学生在宿舍里面常常没有戴口罩加上经常交谈 所以造成感染的几率也跟着增加 不只房间内在宿舍公共空间也要特别注意 像是每个楼层都会有的洗衣机 饮水间 这类公共空间学生来来去去都是接触热点 确诊男弟所在宿舍它是套房 就是它的浴室是没有共用的 所以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 担心就是我现在我们出外都会戴口罩 那就是也是保护自己吧 台市大爆出两例确诊个案 学校也针对校园宿舍公共区域进行消毒 4月6号到4月17号才远距授客 防毒疫情再度扩散 三线网权陈尤荣 台北报道